彼得前书 第五章 我这做长老 做基督受苦的见证 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 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 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旨意 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 也不是挟制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 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自卑 浮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他必叫你们升高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不要谨守 谨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照你们 得享他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兼顾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 愿全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略略地写了这信 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 希腊转教你们 劝勉你们 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 你们勿要在这恩上 站立得住 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 问你们安 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 你们要用爱心 彼此亲嘴问安 愿平安归于你们 烦在基督里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